如果我個人去做 未必會做得那麼好 那有沒有其他機構或政府方面可以協助得到我們呢 其實呢 我都很鼓勵年輕人 多些去跟社群多些接觸 當然我們可以回到自己的學校 或者你的中學或者大學裡面 會有一些組織去幫你 或者找一些師兄師姐 或者參加社團 或者參加教會 或者政府教育局都有很多資源 去幫年輕人做生涯規劃 還有我覺得澳門是一個很小的社會 我們那個人際網絡 是對我們未來的職業前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能夠認識多些朋友 認識多些結合良好的社群關係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有一些工作 可能是朋友介紹我們 因為朋友是最了解我們的長住和我們的興趣 可能朋友介紹那份工作 你可能做得最久都未能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建立一個良好的人際關係的時候 自然他們會成為一個好的支援的小組 還有現在很流行一種工作的方式 就是內地特別多的 就是說你要拿錢 意思是未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 你已經辭了這份工作的職業 然後再去其他地方旅行 不斷去旅行 其實找夠錢就去旅行 用完再去找另一份工作做 這樣算不算是一個規劃的規劃 我想以色多些之後再找你一份工作 這樣算不算是一個見識多些的方式來的呢 其實每一個年輕人都有自由去闖蕩江湖 我覺得 但問題是如果你用了很長時間去闖蕩江湖 你只想到最後你可能沒有一個連貫性的職業的經驗 那別人就很難將你去判斷 究竟你是屬於哪方面的才能會多些呢 所以如果轉工是和口非的 但可能轉到差不多 你都要找回自己的真正興趣和才能在哪裡 然後向著那個目標去進發 這樣會好些了 無論如何是你都要